说到儒家思想想必有很多人在学时都有读过 问周周的句子要如何用表演的模式表演出来呢 这就要靠表演者的功夫了 慈善高中这一次就特别和台大合作 举办了戏剧夏令营 邀请阵容坚强的诗之 要让学生跳脱课本 用表演的模式将儒家思想的意涵演出来 为了让学生可以利用放假时间提升表演能力 今年暑假台一大与赤三高中特别合办戏剧夏令营 除了由台一大戏剧系专任副教授竹之祥亲自规划课程 还聘请台北曲艺团演员陈沁生以及张静文老师来指导学生 这次要透过戏剧让学生演出怒家思想 大雨治水的故事 我们并没有真正去演大雨治水这段故事 而是把它转化成现代 我们把大雨变成一个学校的老师 学校的老师也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去照顾这些学生 那么对学生来讲 我们现在这场高中的这些学生 他们自己本身每天都要接触老师 每天面对老师 他们对老师其实是很有感觉的 所以他们也演老师的故事 对他们来说就是生活中会发生的事情 他就会觉得比较有趣比较好玩 我们这一次最后的成果展 会做一个就是关于儒家思想的戏剧 那儒家有很多则 我们学到了八则 对 八则 然后我其中学到的是那个益者三友跟选者三友 其实之前在国中的时候读国文课本的时候就有读到 其实我觉得那一堂课就很简单 虽然文章就那样啦 可是其实透过这次的夏令音 我觉得会让我发现就是文章组织的内容 我们也有改编故事 会让我觉得就是原来它可以这么好玩这样 除了坚强的师资之外 这次的夏令音也特别和中华奴道研究协会合作 由协会提供八个故事剧本 有二十四校 三级人 大于课解 五十部 校百部等等故事 需要借由戏剧表演让大家了解到这些故事带来的遗憾 从中了解学习 今年特别融合儒家协会的孔梦思想 由儒家协会提供八个故事的剧本 然后有学生跟师生一起即兴创作 那这个过程当中呢 因为孔梦儒家思想是比较 在年轻的学生来讲是比较呆板的 可能枯燥 乏味 无趣的 那借由这个戏剧的表现 由老师的带领之下呢 融合他们的时事以及他们的生活经验 在这个故事里面然后做一个呈现这样子 学校表示这一次的夏令营课程费用 由学校全额支付 希望学生们可以透过表演艺术 懂得如何沟通表达 在这三天的课程中 从基础表演 发音训练 肢体开发 以及集体集星创作下 提升学子表达创造力 以及团体合作的意识 桃锡文 董玉飞大西采访报道